大家好,我是蒙尘远线 今天讲结束研究第19.1 荣州可家牛子的难关样式 严实特点和分布理念 这个题目也是分两期讲的 今期先讲两种难关的样式 然后下一期就讲主要讲新旧工艺的对比 我们先看第一种难关就是这种 保命难关加运营土扶手 另一种就是这种 它是天艺的难关 先看第一种 这个运营土扶手 这里的扇脚和我们上次讲的一样 都是半立刻线 半立刻线突显这种光影层次 这里的光影有层次 突显这种光影的层次感 接着就讲这个保平难关 保平难关这里就有意思了 首先看上去它就比较美观 另外一个就是 它这个有一个隔空不同实体的占比协调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样一排过 一排过复开这个保平难关以后 它就会形成 这里它是有这个保平地方的面积 和不是有它的面积 这里它就是不是有的面积 或者是隔空或者是柳空的面积 这两者它是协调的 它没有一个显得就是 你这个保平看上去太大 或者隔空的地方太空 就是间距太空 所以这种美感 整体观感它是由于 保平的形状大小和放置的距离 就是放置的间距造成 共同影响这个观感 所以这样一来 就看到这里为止 它就是有这种美感 就是你单纯看这个保平是漂亮的 你整体去看 保平和保平之间的间距离 它也没有显得太窄或者太疏 所以就形成这种占比的协调性 我们再看单纯保平 我们就没有一看它的数量关系 首先这个只是大概測量 不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也是漠视 而且这个是 因为它这个表面 它不是平面 它是有凹凸感 所以肯定就会有这种 目视的差距 这些数据都是 进行参考的 就是非正确的 首先它的平高 就是六十到六十七之间 六十厘米之间 六十厘米之间 我们注意到它就是 就这里为止 整个平身 它有一段位置是比较长的 就是这一段 我们看到它有很多节 分很多节 但是 多节之中 有这一节 这一节是最强的 那么我们就看到 它这一节 这一节 最上面是 成直平之中最窄的地方 就是这一道地方 那么我们认识 它是这个八年米 那这个六十六到八的话 又令到我很自然的 又想到这一种 古典储色的比例 所以我就想到它 这个高宽比 八点三 唐善又说 很难 很难它又是 符合这一种古典储色的比例 正是因为 它符合这一种 古典储色的比例 所以导致我们看到 它整个这个保平 它又是显示出 有一种这样的美感的 那我之所以为什么 我这样想 就是想到它那里 就是 这里是最窄 我刚才讲到的 这里是最窄的地方 我们可以理解成 它整个保平 它都是以这个 作为基诊阔度 就是 我们可以理解成 它整个保平 以这里 最窄的这里 是作为基诊 这里是基诊 其他的 另外的 那些 那些位置 那些位置 也都是相对于 在这个基诊之上 向外 向外 去做这个 扩展 去做这种 曲线 做这种弧度 美感 这个是我的理解 就是 以这里为基诊 以最窄的度为基诊 这样呢 我就是 分明我的理解 就是这样 这样就符合这个比例 就是8.2 大概符合这个古典比例 所以就导致得 在身上就好看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细节 这些参数的尺寸 这些都不是很精确的 让大家看看 我们要注意到 这个图 这个图很大 这个平度很大 很宝门 就是因为 因为它是整个平身之间 之中最阔的 17.3 最阔的 而且呢 它是两倍于最窄处 就是 你这个平身的 寬度 是最窄的两倍 这样呢 就更加凸显 这一度 它的 这个饱满性 那 它各段 各段 各段 或者各节的一个比例 呢 看起来也是美观的 那些我就是 反正就是 看起来就是神眼的 它又不是那么好看的地方 那这些尺寸呢 它都或多或少 影响到整体的美观 影响到这个视角的这个美观 跟着说 铁栏杆 铁栏杆 铁栏杆这个图 就和保命栏杆 有很大的反差 就很简洁 是吧 它不是那边的那么多 危实性 它就很简洁 但是在这一种 橫平树直的这种 硬栏的简洁当中呢 它又有弧 它又有弧 它又有这种弧形 它又有这种弧形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一种 直中有曲 就是在这一种 橫平树直 交叉的当中呢 它又有弧 所以呢 这个点就是我对它的理解 我们要注意到它 它护那个地方 它护那个东西 你看看它 好像是这个中式 实际上 它那个图 它是插入 铁栏 放置到这个楼板 铁栏 用两粒钉 去做固定的 就是这里的地方 这里的地方 就是两粒钉 所以呢 它一来呢 它是这个稳固性 得到增强 所以呢 它是装饰性 和实用性 二合为一 就是你不要看它 这个东西是好像中式的 实际上它也是 能增强这个难关 就是相当于 假如你这个难关的脚 这里都已经是 固定了 那么呢 因为它这样的 这个形状 它就会使到整个难关 是不至于 不至于 那么容易 这个斗塔 所以就增强它的稳固性 接着就讲到分布了 分布这里都很简单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落洞旧指 它这个保平难关分布 它都是分布在什么呢 主流外龙 这个斗就是它的落洞平面 这个斗 由于这个蝙蝠的关系 我就只展示东边 这里都是落洞建筑的东边 我们看到那里东边 东边那里全部都是有外龙的 当然它外龙也分布在东边 其他的地方也分布 那么这个斗呢 就是蝙蝠关系我就没有展示了 所以呢 就 因为 因为在这个东边外龙 所以就凸显什么呢 凸显这种尊贵高度 主流 这些都是它关键的刺眼 同时呢 对于D洞来说 它外主楼梯有分布 和F洞 F洞楼梯也有分布的 相比之下的就是这个铁栏杆 铁栏杆就是分布在这个扶楼的走路 这些都是扶楼 我们看到的就是C洞扶楼 和C洞的天桥 E洞扶楼 E洞天桥 和D洞扶楼 还有一个就是I洞的西别的 这个有外龙 这里外龙 这里外龙 这里呢 也是它的分布 所以这些都是低档区域 所以更加就有特兴设 它的这个我们吴州海湾牛子 它的这个建筑的念念 就是通过装饰它 它缺分这个档子等级 就是你这边的 美的 尊贵的 这边主流的 就配以这个花瓶栏杆 最美的 那这些扶楼的 没有低等人员的 地方的就用这个低档的铁栏杆 去做这个装饰 今期就说完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